一跳,鲍贝尔利用女儿喜爱,话说,自从那伴娘仪式之后,鲍贝尔在坊间的风平和声望就一落千丈,这些年来,虽然他也积极地活跃在人物上,但始终未能像此前一样深受观众喜爱, 他的渣男人设似乎已经根深蒂固,的烙印在网友的心目中,为了能够扭转大众对他的负面观感,当下鲍贝尔团队已经有意帮他塑造严谱形象,希望能够通过鲍贝尔对女儿角色严厉的管教,进而使得大众认为鲍贝尔在私底下性格极为演技,三观虽然有些古反,但极为正能量,从而洗刷掉这些年来, 大众对鲍贝尔的乐意情绪,通过孩子重塑人生,进而再会宣战红的明星国不胜数,但凡事可疑不可待,如今大众对于亲子节目已经不再热衷,鲍贝尔能不能靠女喜爱,还真的是尚未可知, 二Q,《演戏攻略》,庆飞细游人生,话说,日前完结的《演戏攻略》,真可谓是今年暑期的第一热剧,除了一众主演备受关注,饰演女配庆飞的新人演员李若宁,也受到了不少剧腻的嘘捧,不少看过该剧的观众都表示,李若宁饰演的庆飞人处无害,颇为惹人连爱,剧里的庆飞虽然不争不强,但依旧笑到了最后,可以说是拥有他病的人生,生活中的李若宁也是如此, 虽然性格甜异,人但如菊,但极受导演和资方的喜欢,出道虽然不久但已经参与了诸多大戏的拍摄,下半年他还有两部大制作的剧集播出,想必到时候他的国民,不可以再生一个level,所以李若宁的新图,还真的是很像《演戏攻略》,李清飞的人生,不动声色之间,就已经是人生赢家了,三Q,李晨暗住范冰冰,话说, 虽然石下网友一致畅率范冰冰与李晨的恋情,认为他俩既然未能如期完婚,那恐怕早已经老远纷飞,但事实上据业内人士透露,目前李晨和范冰冰的关系依旧稳定如初,并没有受到当下范冰冰水泥一世的影响, 至于为什么李晨方面不发声明辟谣,立正两人感情稳定,而且在日前接受采访,石还摘下了戒指,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媒体炒作二人分手一云,在某种程度上,提升了他们二人在沉寂期的曝光量, 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帮范冰冰营造悲情形象,有益于他复出之后的公关布局,都说夫妻本是同龄鸟,大难临头各自飞,但李晨对范爷却算得上是有情有义的, 4Q,景博然中楚西有情况,话说,大约作媒真的是国人的爱好,近来网友可以说是屡屡拉郎配,先是网传邓伦和马思纯有暧昧,现在又突然有网友说,景博然和中楚西已经密, 由于中楚西是华裔爱将,而景博然又曾经是华裔嫡系,再则中楚西又确实和尹尼一样,隶属高级里,算得上是景博然喜欢的款型, 所以当下有不少网友认为这则爆料极为可信,虽然说这则爆料被传得有鼻子有眼,但纯属空学来风的谣言,景博然目前一心拼搏事业,短期内根本不会去考虑儿女私情, 但她与中楚西即将要合作新电影却是实锤,想必到时候片方会给她俩炒作CP拉一波热度吧, 5Q,李冰冰站着说话不腰疼,话说,随着电影巨齿沙的票房走高, 李冰冰如今俨然已经是大花之光,备受业内的认可和大众的瞩目, 这部日前她参加的访谈节目,非常的,就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, 在这档节目里,李冰冰说,自己没有什么所谓的年龄危机,